我们注意到自从美国推出芯片与科学法以来 不少美国商界的机构和人士都提出了关切和质疑 他们指出美国半导体行业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 脱钩不仅违背产业发展规律 还将使美国付出巨大的经济和技术成本 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预测 如果对华完全脱钩 美国的半导体行业将失去18%的全球市场份额 和37%的收入减少1.5万至4万个高技能工作岗位 美国希望在高科技行业保持全球领先 这无可厚非 关键在于公平竞争 不能为了维持科技霸权不择手段 不能剥夺其他国家的发展权利 更不应当为了一己私利破坏全球产供列 让本已经非常脆弱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我还想强调的是 中国的发展始终建立在自身力量的基点上 从两代一星到载人航天 量子通信 北斗导航 事实已经证明 限制打压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 只会增强中国自立自强 科技创新的决心和能力